江靖座 我是台湾公益王的共同创办人 我今天来讲的不是讲这些东西 我非常感谢各位代表 能够声援台湾 能够从事文化或者是退步文化 这些讲的都非常的精闭 非常感谢 另外我今天要讲的是 我做进出国贸易五十几年来的经验 那么我对于所谓的福报的签证 对台湾是没有好处的 这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跟财团企业 这好处都会全部由他们拿走 这个是因为中共表面上是私营的 事实上全部是公营的 全部是控制的 控制来投资的 那么中国跟台湾的财团的合作来经营 那不可能由我们一般老百姓 台湾老百姓来参与 这是一个窗口 因为他们来了他们一定找国民党 那么他们一定是结合的 那么他们可以全面的控制所有的营业 那么让台湾大本性没有办法跟他竞争 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是由他们来主打 所以我们必须要升级学生 我们要退回这个文化 那另外我个人感到非常的忏悔 因为看到台湾的学生是以若生去占领台湾的民主自由 去占领这个立法院 这是以若生的 那么我们呢 呼吁大家 不只要声明 不只要抗议 我们要以行动 所谓行动就是要出钱出力 那么怎么样出钱出力呢 当然有的会悟口 但是呢我比较想说因为大家要低调 最好是能够透过我们台湾家里的这个关系 那么送钱出力去帮助这些学生 身为这个学生帮助学生 因为他们将来会有身体上的问题 还有经济上的问题都会发生 希望大家能够能够对这方面能够出点力 有请帮忙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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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感谢很多社团 跨到 在拜后 配了时间 看一看 后来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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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